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看看预告片能给我们揭露出什么消息 怪物是什么样的? 还有我们人类玩家会又是什么样的? 哦,开始了 这什么?布隆的头? 哦,这是玩家吧? 哦,我们玩家居然长这样啊! 哦,很意外哦 哦,Huggy Wuggy 质量真不错哦 哦,哦,还是活的 我以为只是电动玩具啊,真是活的 哦,大号的来了 我这么说 到时候游戏里我们可以选哈给无敌了 哇,跑得好快啊 好像怪我更快啊 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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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我就追到了 Mommy Longlegs 又见远了 火车站 会不会有新怪物呢? 好了,现在人类方几圣一元 哦,这个盒子 啊 预告里的新怪物 哦 哦,这里面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呢? 哦,从侧边开的 火车站 哇 我 原来这个盒子有手有脚啊 12月6号 12月6号 是发布的意思吗? 12月6号我们就可以玩到了啊 看样子是有三种怪物可以选择啊 Huggy Wuggy Mommy Longlegs 还有 小丑和这个新怪物 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就看到的时候游戏性如何了 之前官方介绍过 这个游戏是 六打一的游戏 人类六个怪物一个 希望平衡性不要太差吧 诶,各位先不要着急走 在观看完预告片之后 我发现简介里已经出了steam的商店页面了 其中包括了一个实际预告和一些游戏截图 那么接下来先给各位看一下实际预告的内容吧 嗨 there, my name's Leif Pierre and welcome to your job as a resource extraction specialist 啊 here's the job you need to collect toy parts to make a giant toy get that giant toy on the train then leave simple, right? 《劝贝》 《劝贝》 以及图片预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是解析环节 首先是游戏方面 根据时机预告和官方介绍 已经确认了是6v1的对抗模式了 6个玩家对准一个怪物 玩家意思可以同时拥有 第三和第一人称的两个视角 而怪物可能只有第一人称 李宗盛 首先来看玩家方面 需要在现实时间内收集起6个玩具零件 最后的获胜方式是在时间内从火车上逃离 不过现在不知道胜利条件有没有人数要求 以及现实的时长 是像怪物与凡人的迷宫逃脱模式那样 必须全部逃掉才算成功呢 还是双向第五人格那样 逃掉一半以上的人类才算获胜 然后是人类的死亡 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三颗心的标志 这是否代表三条命的意思 或是说最多只能承受三次伤害 时机预告我们可以看到有怪物的跳杀 怪物可以处决玩家 但是这里的人类生命值是满的 怪物触发跳杀玩家的条件是怎样的呢 也不知道怪物房第一人称会是什么表现手法 而怪物这边的条件就比较简单了 击杀所有玩家 怪物们好像有共同的被动技能 可以看到玩家的移动轨迹 也就是这些脚印 从这些预告片和预告图 可以看到这三只怪物们的技能 首先是Huggy无敌 呃...看不太出来 Shift按键的话 可能是跟移动方面相关的技能 至于E技能嘛 我实在猜不出来 各位有什么猜测吗 接下来是长腿马迷的 这个E技能看上去已经是启用的状态了 视野内的三个玩家也有轮廓 大概可以敲定这个技能是现实透视 然后是这个猪网形态右键 这个有可能是长腿马迷的爬墙技能 在另一个片段 我们可以看到长腿马迷是从墙上跳下来袭击玩家的 到时候游戏内可能会是搞偷袭专精的人物 最后是这个盒子怪物 技能与前面两个人物都不一样 这个人物是左右键为特殊玩家 可能是普攻专精的人物 右键是AOE 左键是伸长攻击范围 毕竟他的手是弹簧的嘛 然后是场景相关 在人类视角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提示出来的目标 但在怪物视角 会透视出获取玩具零件的地点轮廓 方便怪物抓捕人类 还有柜子 多人游戏可以躲柜子 不过我想 怪物玩家应该不会那么眼瞎 当面躲柜子都看不到吧 以及这个场景 跟第二章的捉物里的场景和游戏模式都非常相似 但这个场景不能只是玩小游戏的吧 现在的一有消息来看 这个场景貌似很空旷 也没有什么可以获取玩具零件和放置零件的地方 所以这个场景有什么作用呢 各位又是怎么想的呢 最后是这个拉门 结合游戏CG预告 这个门可以抵挡出怪物的进攻 但又能承受几次伤害呢 肯定不会是永久封闭的 最后是一些小细节 从中得知 人类玩家是有皮肤可以化的 有本体和抓取背包的皮肤 还有对内语音功能 射控震惊 那么好的 各位观众们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各位对这款多比的游戏时间 多人版本有什么想法呢 还有不要忘记点个喜欢加订阅 支持一下老狂 等这款游戏正式发布以后 我大概可能会 也录一些试玩试况吧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